《海外運動》 《海外運動》 近日據稱為《ATALUS 運動》 的海外運動組織稱 考慮成立一個代表港人的流氓民宣政府 在國際上代表港人利益,並提供一定的服務 並遊說英國國會承認並支持政府的成立 这是英国NGO组织生怀桂胎 向《香港国安法》的再一次挑衅 早在去年 周曾有港媒报道 英国NGO组织 与哈罗香港国籍学校 合作开战为一个人权教育分装计划 该校还向学生家长发出互动通告 并在通告中 明目张淡地提出要引导学生 成为争取人权激进主义分子 一个号称 以关注民主与人权 解决贫困与不公的非政府组织 其黑幕笼罩下的事实 是基金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这种以NGO外议为西方利益服务 及输出西方意识形态 并采取双重标准的非政府组织 何时才能停手 好像去年 被制裁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 目前就在其余 通过立法会选举搞乱香港 其计划资助团结中心等多个接港 非政府组织 从选举监督 培植青年 公会运动 选战舆论等方面插手立法会选举 然而 他们的所作所为注定不会得选 香港要大有可谓 必须严格落实外国支持港原则 当前 落实外国支持港原则 要确保即将到来的选举委员会选举 立法会选举 行政长官选举顺利举行 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 掌握在外国爱港的人士手中 推动香港实现梁精善子 却不容许 任何一个反中联合分子 通过任何途径和方式 混入特别行政区的管制架构 变成管制架 这是一条铁鸡底线 那些乱港的NGO 天天宣称 态度公允 既不支持 亦不反对音乐政府和政治制度 唯一关心的是保护人权 但在私下 不单是自己做着 厄促刺激的按照勾当 还充当着霸权主义 强权主义的走狗和工具 他们唯一的动力 是政治和金钱利益 但是 现在的中国 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 中国价值 中国模式 早已在实践中 得到了国际社会 越来越多的认同 西方 网图通过NGO 搞乱中国的图谋 必将是刺心妄想